我最近有一点感冒 因为最近广州降温嘛 嗓子现在还没有完全好 所以说声音呢可能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 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新年礼物清单 现在已经到年末了嘛 马上大家应该也有蛮多机会 要给别人准备一些小礼物啊什么的 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觉得很适合用来送礼物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平时给身边的朋友们 选礼物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是去年小周送给我的迷路兄弟 今天就抱着他跟我一起来录视频 那送礼物的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投其所好 像如果你是 像如果你是送给一些比较要好的朋友 还有家人什么的 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喜欢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去送他 他喜欢的那样东西就OK了 就拿我自己为例好了 我觉得我自己呢就是一个特别容易送礼物的人 比如说嗯我很喜欢化妆 那你送我化妆品我就会很开心 如果他不喜欢化妆的话呢 你可以送他一些护肤品啊 身体乳啊香水啊 如果他打耳洞的话 你可以送给他一些精致可爱的耳环 他有各种的首饰啊项链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出错的 好那第一点呢我们就不多说 接下来进入第二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叫做对症下药 就是如果你了解他恰恰有哪一点是他特别急需 或者说他有一点点缺少这方面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送他这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自然卷嘛 然后呢我的头发就是我永恒的一个困扰 因为他就是很容易榨毛 然后我经常会觉得我的头发不管怎么弄他 我都觉得不好看 如果是我的朋友送我一些头发护理类的产品 我也会蛮开心的 那我最近呢刚好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头发护理类的产品 我特意拿过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这个Grow Gorgeous的这个发膜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家有一个生化 生化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家有个生化精华还挺火的 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就有买给我爸 但是他用下来呢好像没有太大的效果 我爸是那种遗传性的脱发嘛 然后再加上头发是属于那种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所以说我觉得一般的生化产品对于他来说很难有功效 但是他家这个发膜我用下来非常非常的喜欢 他这个叫做Thickening Hair and Scalp Mask 他据说是可以把你的头发变浓密 但是我用下来呢 这方面效果没有特别的感受到 因为讲实话我也没有这方面需求 我头发还挺多的 但是我用下来以后 我觉得他让我的发质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发膜呢是这种膏状的质地 他这个味道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 就是有一股膏的那种味道 但是他的效果真的很棒 一般的发膜都是只能用在发中到发尾 就是不要用到发根这里嘛 但是它是你需要去按摩头皮和滋润你的发根的 我就会挖一大勺 抹在我的发根到发中这一部分 然后呢我会再举一点点去按摩我的这个头皮 还有发根 然后在冲洗干净之后 我的头发就是发质有明显的提升 那主要体现在第一 就是它没有原来那么容易毛燥了 自然卷的人 头发都很容易毛燥 尤其是遇到下雨天 还有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说起雾啊之类的 头发就很容易榨毛 但是我用了它以后 前段时间往中不是下雨嘛 然后还有雾啊什么的 我的头发发质都还不错 比较有垂感 而且会比较有光泽感一些 所以说这个发膜 是我觉得用下来功效特别特别显著的 而且我之前不是给大家推荐过 那个前男友发膜吗 那个发膜呢 我是用了第一套的时候 感觉效果特别特别明显 但是我在接下来往下用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 那这个发膜呢 我是连续用了两个星期 然后每一次用完它都会改善我的发质 所以说这个强推 然后呢 它家那个包装盒也挺好看的 是一个那种纸盒的包装 我用来送人呢 也都还不错 所以推荐给大家 除了头发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困扰 就是我的牙齿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说过 无数无数遍了 那我最近在用的电动牙刷呢 是这个Softy的 如果你关注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我前不久 好像是618的时候吧 我买了松下的那个电动牙刷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呢 我就发现松下的那个电动牙刷不出名 是真的有它的理由的 它那个电动牙刷呢 就是比较小巧一点 所以说你外出鞋带会比较方便 然后那个造型呢 可能很多女孩子 看完以后比较喜欢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电池续号能力特别差 就我一开始用下来的话 大概差不多一周就要充一次电 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大概一周不到就要充一次电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 非常非常麻烦的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是它的那个刷头 我觉得没有特别好用 具体哪里不好用呢 也说不出来 然后我618的时候呢 也给小周买了一个电动牙刷 就是Softy的 是我自己给它买的哦 我的那个松下的牙刷 就是用了差不多不到一个星期 就要充电 但是小周的牙刷就是可以一直用 一直用 它现在就算大概平均一个月左右 才用充一次电 所以说我又给我爸妈都买了 Softy的那个电动牙刷 所以说现在我们全家人 都是Softy的铁杆粉丝 我的这支牙刷呢 是他们寄给我的 我才收到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已经完爆松下的那一支了 首先它这个刷毛是特别特别细的 这个你在刷牙的时候 就感受的特别明显 它的刷毛就是感觉 能够刷到你的每个牙缝 还有你那个牙龄 跟牙齿的那个缝隙 就是清洁力度非常强 然后呢它有四个档位 那我最喜欢用的呢 是massage这个档位 我觉得会比较温和 然后刷起牙来很舒服 我的这支是粉色的 然后小周的那支是黑色的 然后我还给我妈买了白色的 就是我们家已经集齐了 它家就是所有的颜色 它还有一个很适合用来送礼的一点 就是Softy它有提供定制克制的服务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我这里克的是蛀牙消除棒 大家知道我就是很瘦 蛀牙的困扰吗 所以说我就希望这个蛀牙消除棒 能让我以后都不要再长蛀牙 而且它家的这个包装 也很精致有没有 它是这个Tiffany蓝的这个包装 然后这边有它的logo Softy还给了我一个折扣码 我会留在屏幕下方 还有我的置顶评论里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第三类用来做礼物很合适的 我觉得是一些提升生活幸福感的 一些家居小物 我同样还是搜集了三个 最近我买到的 然后我觉得 让我很有幸福感的一些东西 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这个暖风机 这个牌子 MUID 好像叫MUTE 这个牌子是之前 大家那个化妆镜很出名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现在新出了这个暖风机 我用下来觉得超级喜欢 因为广州前段时间叫温嘛 最低有个六七度的样子 然后我每天坐在办公室 就是瑟瑟发抖 因为我们办公室是没有 空调是没有炙热的 然后我家里 就是我现在租的房子 它空调也是没有炙热的 其实广州这边有蛮多 如果你是租房子住的话 它很多房子里的空调 都是没有炙热的 这一点真的很坑 所以说你冷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只能用暖风机了 然后这个呢 我之前是一直放在公司用的 我就放在公司的桌面上 然后就这样子对着我吹 因为你打字或者用电脑的时候 你的手可能就会很冷嘛 所以说它这样对着吹 就会很暖和 然后呢 大概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我的腿脚就会感觉有点冰凉 然后我就把这个暖风机 拿到那个座位下面 去对着我的腿那一块吹 就超级暖和 别看它小小一个 它其实很实用 然后它呢是有两个档位 但是比较弱一点的 那个档位平时用 其实也挺足够的 那如果你想要它再暖和一点呢 你可以按它这里有个加号 它就是挑到二档 然后就会更加暖和 我觉得这个暖风机呢 就比较适合你住在寝室 或者说你带去公司 或者说你是一个人住的话 这个小小的暖风机就已经足够了 而且它这个造型也挺好看的 有没有 然后第二个最近让我很有幸福感的小物呢 就是这个 我之前双十一开箱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的 Bath & Body Works的这个香薰蜡烛 然后它家香薰蜡烛 我是从去年就开始用的 我现在最爱的这个味道呢 叫做Hot Coco & Cream 然后它就是一个奥利奥的饼干的味道 超级好闻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味道的话 蜡烛是三星的 然后你每次点的时候呢 你就把三根竹心全部都点燃 它就可以烧得很均匀很干净 包装也挺可爱的 这边是个小松鼠 棕色磨砂壳的包装 然后它顶端是这样子的 有小星星 主要是这个味道 然后我每天晚上呢 就是洗澡之前 我就会把它点燃放在卧室里 然后洗完澡之后走进卧室 就是整个卧室都是这种温暖的 奶油奥利奥的味道 我双11才收到 现在也就过了一个月吧 我已经点了这么多了 而且它家蜡烛因为是三星的嘛 所以说它那个香味的扩散能力 其实挺大的 我家卧室其实还挺大的 然后点它就是整个卧室 都会有那种甜甜的 奥利奥饼干的味道 强烈推荐 第三样家具小物呢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蓝牙樱香 我之前用的蓝牙樱香呢 是那个Betron的 然后是我在英国的时候买的 我记得在亚马逊上 好像只卖9.9磅嘛 非常便宜的一个小小的蓝牙樱香 但是那个呢 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呢 是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那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很不好 就是我一定要插着电源 才能够一直播放歌曲 要不然听一会儿它就没电了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音量其实没有特别大 我觉得用它放歌 跟我用手机放歌的区别 好像没有很大 所以说我双12的时候呢 就买了这个蓝牙樱香 它的品牌叫做JBL 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觉得这个音箱呢 又小巧 然后又精致 所以说就买了它 那用下来 它有几个让我很喜欢的点 第一个呢 就是它非常的小巧 你们看 我用一个手就可以拿着 而且它也没有很重 外出鞋带很方便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音量足够大 你们能不能看到 它这一面 全部都是那个播放的那种小孔 第三点呢 就是它电池续航 我觉得它还不错 我现在用它可能用到有个三四四五个小时应该是有的 它都没有要充电 而且它家的音箱有好多个颜色可以选 我当时就纠结了好久好久 我觉得黑色啊红色啊 薄荷蓝啊 黄色都很好看 最后呢 我就选了一个这种金色的 我觉得看上去比较有质感一点 然后呢 也会比较经典一点 最后一个 我觉得很适合用来做礼物的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圣诞套盒 快到圣诞了嘛 然后很多彩妆品牌啊 护肤品牌啊 都会出很多的那种圣诞限定的套组 我觉得用来送女生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 还有一些彩妆品牌呢 会出那种 就是日历套盒 它就是12月的每一天 你都可以拆开一小格 然后里面呢 都有一个那个品牌的 一个小的就是产品 相当于你虽然只收到了一份礼物 但是你这一个月 都会有一个拆礼物的好心情 除了化妆品之外呢 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适合用来送礼物的 就是手表 手表呢 不仅是一个 可以用来看时间 很实用的一个工具 它其实呢 也是一个装饰品 可以增加你服装的时髦度 像我之前呢 就有送给小周一块DW的手表 然后这次呢 我又拿到了他家的这个圣诞套盒 是长这个样子的 很像一份礼物 有没有 这次他家的手表呢 我已经戴在手腕上了 我选择的是白色的表面 配这个玫瑰金的表带呢 你们可以看到是红色的 暗红的那种感觉 很显高级 明年是猪年嘛 就刚好是我的本命年 所以说我就选了一个 这个红色的表带 而且像我们冬天 就一般穿衣服 像我就很喜欢穿黑色啊 灰色啊 白色之类的 其实配红色的表带都很好看 它里面除了有一个手表呢 还有一个手环 我选择的是比较粗的这一个 然后它这个上面呢 有写DW的logo 它是白金配色的 因为我自己的手腕呢 其实不是很细的那种 所以说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粗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环 跟这个手表 其实没有特别特别搭 因为我这个表带 是这种尼龙材质的嘛 所以说我一般 不会把这两个一起戴 这个手环呢 我一般都是单独配戴 这样子 我觉得已经挺很好看了 然后如果你想叠戴的话呢 我建议你配他家 这种金属表带的表 然后我的这个呢 我没有戴上 是因为我这个表盘是黑色的 我觉得如果是白色表盘的话 应该会更大 DW家呢 我也是有他家的一个折扣码 我也是会写在屏幕下方 还有就是我的那个置顶信息栏里面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给大家有一些帮助 那我最近呢 其实还买了蛮多化妆品之类的 我大概会在下支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们期待的话呢 可以给我点一个收藏 或者点一个赞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这次里面的手表呢 我现在已经戴在手腕上了 看到我的抽一了 那最后一个要给大家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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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后面可以 它为 就是Softy有提供 就它家有提供那个 或者是Softy 或者是 如果它不喜欢化妆的话 嗯 对 然后马上 现在已经到年末了嘛 马上应该 现在快 现在也快过年了嘛 马上应该都 大家应该都 啊 我不会说话了 嗯 嗯